最后来看到昨天在凯道这场游行现场 包括蓝白总统三选人侯友宜 柯文哲 还有鸿海创办人郭台铭 全部都来献献要抢人气 但是这三个人全程没有互动 甚至在台上致辞的时候 台下反应其实落差也很大 其中郭台铭他率先上台就高呼要政党轮替 现场就听到了有郭粉勾喊要他选总统 好紧接着是侯友宜来致辞 但是郭台铭没听到一半他就起声离去 更尴尬的是台下民众疑似不满侯友宜 长太久当成了自己的造势活动 因此就当场发出嘘声还比较斗战手势 甚至还有不断有人在高呼说下一位 相较之下压轴的柯文哲登场的时候 全场是热烈来欢呼 还有柯粉高呼了说柯P是台湾的选择 和侯友宜可以说形成了强烈对比 昨天就有外国媒体记者发现 说在现场的游行队伍当中是以男性居多 直呼这是相当奇怪的 性别比例 好 究竟这些欢呼声是真的吗 就有人爆料了 说其实柯文哲在一周之前 就下达了动员力 甚至现场还疑似有这个喊声策略 终于回到自己新北主场 侯友宜脸上看起来多了一点笑容 相比前一天在开道大游行采况 公民 正义 侯友宜 侯友宜在台上慷慨激昂 重复着预定的口号 但台下民众不领情狂虚 有人喊超时 有人比倒战 还有人举牌 有一步投喊歌喉战要喉友一下台 对柯市长的支持者我都给予尊重 我在昨天的现场 完整的将社会公平以及居住正义 整体的呈现出来 不管是声音也好 或者有动作也好 我都坦然认退 民众虚声反映老三民调 尤其年轻选票拉紧爆 侯友宜阴着头皮足足讲了15分钟 还搬出五大住宅政策 呼应居住正义 却被立委参选人吴志恩质疑没有正当性 因为新北市六都中唯一没有囤房税 非自住房屋税率1.5%是六都最低 2021非自住房屋税级人数更是六都最多 笑死了 什么做贼喊抓贼 侯友宜在怕什么 是在怕得罪建商的利益吗 但新北市是迟迟没有通过囤房税的自治条例 所以新北市现在儼然成为一个囤房的天堂 新北市的囤房税在去年的三月份 就已经送到议会审议了 我们希望赶快通过 还有市长四年任内设宅规划挂弹 也被绿营紧要 侯友宜反手为功 严谨两政 缩一套 缩一套 大热天穿外套 而在银山大饭店 吹着冷气 说风扬话 即便落后 侯友宜还是卯足全力防守 希望能拉近必分 翻转赛局至朝天赵库峰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